岁末年冬之际 北海岸关怀弱势协会再度号召 各个善心团体来到了万里地区 而且带来了许多物资 关怀当地的弱势族群 希望透过这项善心意举 能够让他们今年的寒冬变得更温暖 北海岸关怀弱势协会 每年都会媒合善心团体 与公庙到万里发送物资 又到了年末入冬的时节 今天再度来到万里区 带上大批的物资 要来关怀北海岸地区的弱势 希望透过抛砖引玉的善心发扬 可以让更多的善心团体 一起来关注需要帮助的族群 让他们可以衣食无缺地度过寒冬 那么每一年 我们都会跟持权宫的公主 来配合来做这些善事 那最主要呢 征兴会同期会呢 就是在做公益 那么我们每一个月 也有一次的公益活动 那希望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也达到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又无佑以及人之幼之精神 我们每年呢都会跟国际同期板桥真心会来这里 举办这种关心弱势 然后发放物资 来关心我们这些万里地区的一些 独居老人跟弱势的一些居民们 很感谢我们北海那个关怀协会 我们料理市长 他每年都会去找一些社会资源 像这个慈玄工 还有同期会 还有那个国际辅存社 很多单位 然后来关怀我们北海岸的一些弱势 低收中低 还有一些弱势家庭 然后会准备很丰盛的一些物资 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过一个很温暖的 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会场中有满满的白米油盐与饼干物资 还有鸡蛋与红包 每一位弱势族群走过一趟 双手是丰盛的物资 而另外还有福伦社 同期会员的温暖与关怀 让弱势家户感受到无限的温馨 而市议员当选人廖仙祥 也来到现场关心 感谢社会团体对于弱势家户的重视 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政府对于一些生活 比较辛苦的一些民众 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补助 但是因为有时候为了这些补助 会设定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 这些客观的标准 有时候可能就不能够 补助到有一些刚刚不符合的标准 但是其实有一些 也是真的很需要帮助的民众 那就是很感谢我们北海岸的 弱势关怀协会 长期寻找一些 我们关怀在地的一些关怀团体 包括一些公庙 我们一些民间的社团 一体来提供一些物资 让我们这些真的有需要 受到政府帮助 但是有时候可能却因为一点点 特殊的关系 没有办法符合规定的民众 也能够感受到一些社会的温暖 邀信祥表示 在现有的政策之下 政府对于弱势的照顾 是以制式的规定去协助 因此也还是有一些家户需要帮助 却难以受惠 还有友善心的团体资源的挹注 才让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朋友 都能够受到关怀 也期许在今天的抛砖引玉之下 还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团体来加入 让爱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记者大屏寒万里采访报道